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在今年10月25号到10月30号进行第七届不老骑士公益挑战圆梦之旅 从宜兰头城出发行进基隆新北万里要达到目的台中 全程总共300公里 而今天是他们旅程的第四天 来到淡水深渊和科技大学停留作为他们的中继休息场地 因此校方更顺大赢家出动了休闲运动与健康管理系 以及老人事业服务系学生 为他们按摩抒压以具体的行为为不老骑士加油打气 我们这次是代表不老骑士队自行车队跟机车队第七届 从宜兰出发然后在台中搭阵 我们今天是第三天的行程 能够立临跪下深感荣幸 在此我希望不老骑士队台湾人的精神能够继续花光花热 其实一点都不累 因为很多志工在保护我们 我们都很放心 风景超美啦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啦 稍微瞄一下啦 现场有40几位的不老骑士平均年龄为74岁 体力虽然不如当年十七八岁的学生 但是精神远远超过他们 此外这一次的活动分成两个组别 有单车铁马组以及机车骑士组 而他们一早就从万里骑程沿着北海岸来到淡水 并且与学生一起互动 让学校两个以长者服务为主的科技发挥所长 实际应用 不管是热烈的接待 还是说我们有做一些舒压按摩 那您现场看到就在做舒压按摩 那我们还有安排了很多 那个节目可以跟他们互动 那不老骑士的精神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那特别是我们学校现在 也慢慢的转型走向 那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科系 那我们学校现在有老服系 那我们也因为这个老服系的关系 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做互动 那后续呢我们希望 我们这个老服系 还有我们其他的个系 然后一起为着这个我们在地老化 贡献我们那个学校 可以那个付出的所有每一份心力 民生设计学院院长表示 今年首度获邀设置 布老骑士中纪休息站 而16位修建系的学生 运用所学提供专业运动按摩服务 帮助40几位的布老骑士 疏解长途骑程机车 以及自行车的疲累 老服系有30位的学生 也精心设计舞蹈 与布老骑士同欢共舞 现场气氛热络 期望透过老服系 以及各系的资源 为在地老化 贡献一些心力 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机会 继续服务布老骑士 回馈社会 记者是端一带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预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